政府今天向国会下议院特别会议提成了修改宪法的动议 为后续立法反跳槽铺路 那朝野共有65名议员参与修宪案辩论 尤其好几位曾经有过转换政党经验的国会议员 更是以过来人的身份 对跳槽的定义提出了不少意见 那曾经一位1MDB案件而离开巫统之后 分别加入土团党还有明星党的慕友丁及沙菲义 他们对于那些被政党开除或者退党的议员 也被视为吊槽的做法 他们两人都表示不认同 那他们都一直认为议员可能会因为跟党的领导人意见不合 或者政党偏离了最初的原则而选择退党 因此法令有必要保护那些 因为反抗自己政党领袖而被开除的国会议员 至于全民党国会议员孙伟轩 他则是不同意 独立人士当选之后加入政党也算是跳槽 他认为独立人士胜选就是来自选民的委托 是基于自己的声誉而胜选的 并不是依赖政党 那在中选之后呢 应该要享有加入其他政党的结社自由 那这里补充一下 2018年大选的时候呢 孙伟轩他本身就是独立参选 并且在中选之后加入了公正党 但是之后呢 他又宣布退党转投全民党 也是从公正党转投全民党的中少云 他就提出 整个政党改变结盟对象 也应该算是跳槽的 他说如果是整个政党抛弃原有的阵营 与其他政党或者联盟组织新政府的话 这也应该同样被视为是背叛选民 而喜来灯政变就是一个火生生的例子 那针对跳槽的定义 议员们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结果就被巫统国会议员邦莫达给嘲讽说 这些清华议员呢 好像突然都有了两只哦 怎么说呢 无论是自怨或者被迫都好 跳槽就是跳槽 武统金纳巴当案国会议员邦莫达 今天在国会嘲讽说 有很多跳槽议员都参与了修正案辩论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议员跳槽 才让我国变得一团糟啊 他还要求政府先通过反跳槽法 才举行全国大选 骂着骂着帮莫达还突然自荐 想要加入研究反跳槽法案的委员会 没有想到议会厅内却传来其他议员的一阵嘲笑 而邦莫达也不甘示弱 马上回击 至于五国议员跳槽 换政党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望重乃迪今天披露 自2018年大选后到现在 已经有39名国会议员跳槽 更换了三次首相 这显示五国的民主状态并不健康 甚至令人担忧 bahawa semenjak pilihan raya umum ke-14 negara berharapan dengan isu pergolakan politik sehingga berlaku pertukaran penyandang Perdana Menteri tiga kali dan bilangan Ahli Parlimen Malaysia yang melompat parti telah mencecah sehingga 39 orang menunjukkan bahawa amalan demokrasi negara kita kini adalah tidak sihat dan berada pada tahap membimbangkan selamat menikmati